我有個朋友問我 買英國樓不會輸的 是不是的 答案是告訴你 不一定是 你是有機會輸的 接下來我們大家了解一下 你在買什麼項目的時候 會令到你不會輸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y 可以叫我做G-Lam 我自己是從事了英國房地產買賣 在香港足足21年 在過去21年裏面 我遇到很多不同的情況 或者是個案 都可以在這裏和大家分享 今天第一集和大家見面 想和大家談一談 很多朋友說買這個樓不會輸 究竟是否呢 很多時候一提起英國物業 我們是說倫敦市 我們回顧一下 當年九九年入行的時候 其實頭十年這句說話是沒有錯的 原因是當時樓價比較低 海外市場也不是很大 當時如果是海外市場來說 最主要買家都是來自新加坡和香港 在這個情況下 由於成本低競爭少 很多時候你買一些你不熟悉的地區的項目 它每年基本上是跟通脹升幅的 所以假以時日 譬如說我九九年入了一個物業 其實五至六年間 其實這個升幅累積是可以到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 但近這幾年或可以這麼說近這十年 就情況有所改變了 因為太多人在不同的地方湧入去買英國樓 再加上本身地價高漲了 建築成本高了 發展商也要將利潤轉價給所有賣家的情況下 其實舉個例子 以倫敦鬆溫一區為例 基本上這些區現在你的入場價 一房已經是去到九十五萬英鎊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要了解一下究竟我們是怎樣去分析這個盤 是適合價還是用過高的價錢去買呢 最簡單就是當你拿著一本樓書 知道物業在哪個區的時候 我們不妨去維京 你就會找到這個區 由中世紀開始的所有歷史 很詳細告訴你 了解這個歷史背景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會知道這個區的歷史文化 會是聚了什麼級數的住客在這裡 或者是業主在這裡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試試 找回這個區的市政府的網頁 在它裡面 你會看到它會公佈一些近期 或者是不久將來 會投放什麼資源 興建一些什麼公共設施 或者大型項目 其中有些情況 比如說他們會把區重建的時候 他們會把整個建築藍圖大綱 都會公佈在市政府網頁裡面 你也可以因為這樣 了解到這個區未來的潛力 究竟在哪裡 好了 最後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麻煩你拿著價單的時候 不要因為價錢的總額吸引你 而覺得這個物業是便宜的 剛剛相反 舉個例子 在倫敦來說 其實越小的單位 赤價是越貴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計算 它的赤價究竟合不合理 如果現在二手樓平均 赤價是1500磅一呎 而發展商已經在賣2300磅一呎 即是說有兩個訊息帶給你 第一個訊息就是 發展商看好這個區的升幅 但同一時間也告訴你 發展商把你的兩年留花期的升幅 一次過賺盡了 它沒有留給你 所以你相對來說 就是把發展商把風險轉嫁給你們買家 那你就背了風險 但賺價發展商就拿了離牆 在這種情況下 值不值得你買呢 大家要心思一下